诚语说 开卷有益 古人这些书都把他人生的智慧阅历都记下来了 而且大家也看到他们的风范 每一段话 刚刚提到责人责己的问题 就引了论语 赐也行夫哉 服我则不暇 这个都是论语当中 夫子在提醒他的学生的 而且我们看这些流明清史的圣泽人的教诲 对于我们更深入经典会很有帮助 因为他们都是在呼应四书五经的教诲 广学原味深入 我们看他们的 对于这四书五经的经据的体会会更深 我认语